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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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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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一刻一刻会避免疹 再次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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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舍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唯一 不符合佛 不说菩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此文字幕志愿者 炉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阿弥多 另外 确实没有提到 那中文字幕志愿者 佛的究竟跟阿罗汉的究竟不太一样 舍利佛是智慧第一 但是 有一些道理或是 解脱的道理他知道 但是世间上有一些事 舍利佛也不知道 穆建脸是神通第一 但是跟佛比起来远远不如 所以这些佛弟子不管你是 在这个世间上你是第一的 但是在佛前面 你就远远不如 那么佛弟子心里面就会想 那一样都是要解脱 一样都是要修行 我们未来的解脱 有没有办法像佛这样的解脱 而不只是像舍利佛目见脸 大家设这样的解脱 像这样的解脱已经很了不起了 非常了不起 但是佛这样的解脱 跟舍利佛目见脸 这样的解脱 差别在哪里 舍利佛目见脸已经是弟子里面 最厉害的了 舍利佛目见脸跟那一些其他的人 比较起来 比如说三加社里面就有一千个 一千个阿罗汉 三加社里面有一千个阿罗汉 舍利佛目见脸的地址就有两百五十个 包括舍利佛目见脸 那么舍利佛跟他的两百五十个弟子一起都 归一佛 成阿罗汉 但是这些人跟舍利佛目见脸比起来 一样都是阿罗汉 一样都是三明六通 但是这些人跟舍利佛目见脸比起来 远远不如 舍利佛目见脸跟 跟佛陀比起来又远远不如 好 那么有一些弟子就会想 那么一样都是修行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像佛 这样成佛 得解脱 其实成佛这个概念 佛陀这个概念 照理讲 舍利佛目见脸 舍利佛目见脸大家是阿罗汉 也可以叫做佛 为什么 佛是绝者的意思 佛是绝者的意思 那么他们都是绝者 绝物真理的人 都是绝物真理的人 但是 所绝物的真理是一样的 但明显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还是不一样 所以佛是无上 舍利佛目见脸大家设 妇罗纳 这一些 还是友善 因为上面还有佛比他更厉害 那后来大家因为对佛的怀念 慢慢就觉得 我们现在修行 要怎么样才能像佛一样 而不只是得解脱 那开始就有所谓的菩萨道出来了 为什么 我一样要修行 那我有没有办法像佛这样 那佛到底是怎么修行 才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就开始追究 单单从佛的这一身 还看不出来 所以要追究到佛的前身 所以有本身谈 菩萨道叫做波罗蜜 波罗蜜是怎么样被推出来的 就是 那 从佛的这一身 你看不到什么 从他成佛之前 他只修过禅定跟苦行 其他 当然都是过王宫的生活啊 当然你从这几年 过王宫的生活 那三十五岁出家 二十九岁出家 三十五岁成佛 那二十九到三十五岁之间 大概可以说的就是修苦行 跟修禅定而已 其他没有啦 出家以前 当然他也有 也有很多优良的品德 什么什么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 他所具有的这些 其他人也有 多多少少也有啊 那么 单单是因为这样就成佛了嘛 就可以跟舍利佛 穆建年 大家瑟 哈佛罗那 迦章也 那些很厉害的人 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可能不是 所以就开始追究 佛陀的过去生 那佛陀的过去生叫做本生嘛 本就是过去 那么 他到底 佛陀的过去生到底谁知道 那么开始就追究 那要像佛陀这样 要像佛陀这样 像佛陀这样的成佛 这样的无上 正等正觉 阿罗汉只是正等正觉而已哦 佛才是无上正等正觉哦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 所以发菩提心就是说 我要成佛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嘛 其实是这样 那这种 这种观念慢慢慢慢 尤其又是对佛的怀念 想到 就算佛陀后还有那么多阿罗汉 大家还是很怀念佛 那么就希望能够跟佛一样 那么就去探讨 佛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 然后开始 那么开始有很多的所谓的本生 然后 就是归纳 那佛 到底具足什么德行 才能成佛 后来就归纳所谓的波罗蜜 那波罗蜜各个部派归纳的是不一样的哦 像受一切有部是四波罗蜜而已哦 有的是六波罗蜜 有的可能十波罗蜜 有的十几波罗蜜 不一样哦 就是说 到底成佛要具备什么样 一定必备的 我们说必备的必修的 到底成佛必修什么样 必须具足什么样的德性特性 后来 我们现在大圣的基本上是一大众部的 大众部有六波罗蜜 布施 慈戒 忍入 金进 禅定 智慧 所有的佛部只有四波罗蜜 那么 就是 就是后来就变成这六波罗蜜 后来后面又加四个嘛 怨 力 智 这一些 那么 我们先来讲一下所谓的 所谓的菩萨道的概念 好 那开始就有所谓的 各个部派讲的还是不一样哦 就是要成佛要具备哪一些 优良的品质 特质 特性 功德啦 我们都说功德啦 那 不太一样圆满哪些功德 各个部派讲的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是跟大众部一样的 所以 大圣很可能也是从大众部 延伸出来的啦 就是这样一直掃话出来 也有可能啦 有这种可能性的讲 那现在说到 那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到 菩萨道吗 好 那什么就是菩萨道 当然我们后来的菩萨道是六波罗蜜 叫做六度 后来收射叫做六度四射嘛 布施爱与利行同事 然后又加上 布施慈戒 忍露 禁禁 禅殿 智慧 六度四射是一个所谓完整的菩萨道 那解脱道就很简单啦 解脱道就叫做戒定慧 拆开来看就是三十七道品 就是你三十七道品都是在讲戒定慧的 勤修戒定慧 熄灭探政之 这个是解脱道的根本 那菩萨道的根本 基本上就是什么 利他 就是利他 所以映尊导师有说了一个修行的一个核心 叫做进心第一 利他为上 这个可以说是解脱道 那依大圣来讲 他还是供的 所以他叫做菩萨道 要依菩萨才能得解脱嘛 那什么叫进心 清进心 心没有贪嗔痴 心无贪嗔痴 离贪嗔痴 就是清净 没有贪嗔痴 就是清净 其实是这样 无贪嗔痴 那怎么样才没有贪嗔痴 就是阿罗汉才没有贪嗔痴 那贪嗔痴的根源是什么 这上次我们说过了 根源是什么 我见我爱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好 那重点在这里 这个其实就是菩萨道 那么依菩萨经来讲就是什么 方便道 就二道五普提翻变 就是 菩萨道跟方便道 可以这么说 这个龙树 龙树 龙树 把波罗经里面的两方问答 那么也归纳为所谓的波罗大公方便道 二道五普提 那么在这个利他 所以 菩萨道是以利他为上的 所以在讲到这个利他的这种概念里面 其实在阿罗经里面 讲的不多 但是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我们说早期的经典里面 代表最早期的就是法跟律 法就是修多罗 跟律 律里面也有说到 法里面也有说到 但是不多 通常都是怎么样 怎么样所谓的尽心智力 就是让自己烦恼怎么减少 你怎么样得解脱 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 观色 受想行事 那么知道缘起 那么从 从五戒十善开始做起 就是他怎么样让你的心 远离恶不善 然后让你身体智慧有力量 有定有慧 然后再斩断这个生死的根源 那么你把生死的根源斩断了 正出果算是告一段落 那么你一定就近得解脱 你不会退堕了 所以 佛陀时代有一个 有几个 有几个坎 有几个门槛 就是修行的门槛 第一个就是先让你不度三二道 这是第一个门槛 先让你不度三二道 其实人大教都是问 那修行怎么修 第一个门槛先不度三二道 因为我们是人 在六道里面或是五道 早期是讲五道 大支度里面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他就是 六道是独子部开始说的 那一开始其实都是讲五道而已 那独子部又把阿修罗别立出来 就变成六道 你看大支度里面就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那我们习惯讲六道 我们就说六道就好了 那么人 人在六道里面 它是属于善道 那其他的 天跟人都是善道 阿修罗 北传把它列为善道 南传把它列为二道 所以 依南传的说法就是 四二道 两善道 依北传的说法就是 三善道 三二道 那依佛法来讲 依佛法来讲 基本上 天跟人 才是唯一 能够受持佛法 修行得解脱的 的根器 天跟人 其他 阿修罗 恶鬼 畜生 地狱 都很难 都很难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佛法 基本上 诵经 超度 都是超度 这一些 鬼道的众生 我们就会觉得 做鬼要超度也很容易 我告诉你 那是我们自己想的 在佛法里面 你只要不是在人跟天 这两个位阶 你要成就 是很难的 你要成就是很难的 所以叫做八难里面 那么天又比人难 天又比人难 因为天 天享受嘛 然后他 那个心比较不容易发起来 人有意念圣 犯恨圣 勇猛圣 这三点 都是对于解脱有帮助的特点 天人就是寿命长 福报大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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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的 他的 身相庄严 那他的房屋大庄严 那这些享受的部分 这些跟解脱 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那解脱或是修行 具足功德 天人就是福报嘛 他身相庄严 然后他住的宫殿大嘛 那比较没有怨证会嘛 然后寿命很长嘛 那没有 没有老病啊 但是有死 就是比较没有老病 那么这一些苦比较少 但是恰恰是这一些让他 不会发心修行 不能 不能有门 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 佛法教我们修行 有三个坎 这三个门坎啊 你要跨过去 第一个就是 要先让你 就是三个阶啦 第一个就是 要先让你不剁三二道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你要怎么样不剁三二道 你要怎么样不剁三二道 要没有三二道的业 你要有了三二道的业 不管你持咒 念佛 拜佛 你都会剁三二道 就说你是佛的儿子 你是佛的爸爸 你是佛的太太 你也会剁三二道 如果你造了三二道的业 你不能因为说 我是佛的儿子 能不能优待一些 不要让我剁三二道 在世间可以 你是国王的儿子 你是皇帝的儿子 你可以 应该死罪 你不受死 在因果律上 在世间的法律上可以 通融 在因果律上没有通融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我们很多人会误会 我只要好好念佛 念观音菩萨 念普贤菩萨 那我过去的罪 就可以怎么样 一笔勾销 或是怎么样 重罪轻受 我告诉你 佛法里面 因果律里面 佛法 佛法再怎么殊胜 不能违背因果法则 再怎么殊胜 不能违背因果法则 如是因就如是果 再怎么不可思议 不能 不能违反 业果理则 这样的业 就是要收这样的报 就是他如是业 就是如是报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 好那 我 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杀了一个人 好那怎么办 我怎么样才可以免除这个杀罪 杀罪是什么 杀的罪业是什么 短命多病 杀生的罪 杀生是一种业 这种业产生的果报 就是短命多病 你未来就会短命多病 这个短命多病 还只是 还不是 正报 就是说 真正的报要看你杀生杀的是什么 那个业的轻重 如果重的话 他的果报就是下三二道 最重的是在地域 然后从地域出来会有短命多病 因为地域的命最短 有时候一刹那一刹那 就死了 死了又活 死了又活 要活好几次这样 那来就畜生来叫做恶鬼 就是这样 那所以 所以 你说那我现在造了杀业 我现在造了杀业 我有没有办法免掉这个杀业的果报 在佛法上 能不能免 或能不能消 我告诉你没有 真的 那你说那怎么办 那 既然都没有办法消 那我学乎我还有什么用 有 因为你要知道 业果的理则 是什么 成熟才会受报 成熟才会受报 你不成熟 他就不受报 那你已经造了 你就不能 假装看不见 或是你跟他想他没有 或是你 你用任何方法把他消除掉 抹灭掉他的痕迹 不可能 佛法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继续做 你经过忏悔 你经过忏悔 那么 他那个罪还是在 但是 因为你有忏悔的心 因为你造罪的心 跟你现在 你现在 忏悔的心 未来要受果报的心 是同一个心 你过去造罪的心 现在忏悔的心 跟未来要受果报的心 是同一个心 好 所以你过去造罪的时候是无知的 你现在假设他成熟 如果你不相续做 他就不会成熟 不是所有的业都会成熟 这个普贤菩萨已经说过了 好 《华言经》里面已经说过了 假设所有的业都会成熟 那么 进虚空不能容纳 很简单 如果所有的种子 都会长成一棵树 所有的地球没办法容纳 你看看一棵树就都造种子 还有其他的树呢 每一棵种子都可以长成一棵树的话 那进虚空不能容纳 没办法 一样 业也是这样 业也是这样 你不要去造这种业 会下三二道或四二道的业 你不要做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戒 所以第一个叫做戒 我们现在讲这个 我们稍微把这个讲一下 就是 菩萨道跟解脱道的概念差别 在这里 为什么会有菩萨道 稍微讲一下 那么 解脱道基本上就是戒定会 对了 那么一 戒定会 灭贪嗔痴 洗灭贪嗔痴 所以佛法叫做 勤修戒定会 洗灭贪嗔痴 洗灭这个贪嗔痴 如果没有贪嗔痴 就不需要戒定会 没有贪嗔痴 我们不会因为贪嗔痴 受苦沦违 我们就不需要戒定会 所以我们之所谓勤修戒定会 是为了要灭贪嗔痴 灭谁的贪嗔痴 灭自己的贪嗔痴 那主要是这样 那这个 你要灭贪嗔痴 就是 你要受罪不轮回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你要不剁三二道 你要保持在仁天 所以你看正出国的人 仁天七次晚反 他绝对不会剁四二道 不会 那么 因为他一旦剁了四二道 他一旦剁了四二道 时间很长 他那个影响力又很大 你看那个阿罗汉 这一次正的阿罗汉 但是 他前五百次都做猴子 他这一次就算正的阿罗汉 他也会跳来跳去 他还有那个习气都很难改 那如果那个烦恼就更厉害了 烦恼就更厉害了 就是他会不断的造业 所以你就很难得解脱 一旦剁了二道 你很难得解脱 所以佛法的第一个坎 就是第一个阶 我们就爬楼梯来讲 如果要跨过一个坎来讲 就是说 他第一个坎或第一个阶 就是你要不剁四二道 你要保持在仁天 仁天的这样的阶位上 那怎么样才可以让你保持在仁天 五切十善 没有其他的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说我念那个灭定叶真言 我拜那个山灭水灿 我做那个水路法会 就会把我的罪消掉了 不好意思 没办法 你不能消去 抹去 你曾经做过的事 你只能让他不成熟 怎么样不成熟 不相续 没有相续的心 没有相续的行为 他这些就不会成熟 不成熟 你一直保持 保持到 你正出国了 他就不可能再成熟了 因为正出国的人 绝对 绝对不会再造三二道的业 他会造业 但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绝对不会 因此 从此之后 他不会再剁三二道 不会剁三二道 只是因为他没有 不可能再造三二道的业 就好像一个 头脑清楚的人 没有发疯的人 那么 他再怎么饿 他也不会拿大便来吃 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是 你不剁三二道的根本 就是你必须要 正无我 但是还没正无我 没有剁了以前 没有剁了以前 你必须要 有一个规范 不能跨越哪一条线 一旦跨越了 一旦跨越了 业一旦形成 就没有消除的可能 业一旦形成 没有消除的可能 你只能让它不成熟 你不能 你不能 让把它抹除掉 让它变成不存在 我告诉你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佛法讲的 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心力 都用在 要消除我们过去的业 错 我们的心力应该 不要让我们再跟过去一样造业 不要让我们现在 未来跟过去一样 造业 那会造业通常都是因为无知 我不晓得这样做不好 我不晓得这样做 会有这样的后遗症 会有这样的副作用 所以智慧是唯一 智慧是唯一 能够让你的业不成熟的力量 那么在智慧还没有得完全成就之前 定 调伏 借 化化为规范 可以让你 比较不会造业 其实是这样的 第一个坎就是不造三二道的业 那么这必须要有智慧 证见 所以佛法讲修行的第一个观念 不是我好好念佛 他的念诸好好念佛 那么一直拜参 不是 修行的第一个观念是要有证见 八证道第一个就是证见 先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怎样的善会有怎样的善业 怎样的善业会有怎样的果报 证见有善有恶嘛 有业有报嘛 要先证见这个东西 这一点不知道 人家说这样做可以消 你就这样做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能消 原理在哪里 做了之后有没有消 你也不知道 你只期望他能消 期望菩萨感应 期望奇迹出现 我告诉你 佛法 佛法不是活在期望中 我们的佛教徒 多数是在期望中修行 在祈祷中修行 这样是不对的 佛法是正知 就是要绝招 你要清楚明白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如果不这样做 那么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如果这样做了之后 我会得到什么 你要清楚明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讲这种事 智慧嘛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头过来讲 解脱道就是在讲这些事 第一个不让你剁三二道 第二个 你在人的基础上提升 因为人是一种果报 六道里面人是一种果报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夜报声嘛 有夜有报嘛 那人的夜报 人这个叫做夜报声啊 人这个身体是夜报声啊 这个五蕴声是夜报声啊 那不同的 不同地方的人的夜报声是不一样 那依佛法来讲 不只是黑人白人 西方人东方人 有这个南沿浮体 北聚如洲 西牛鹤洲 东圣神洲 不同地方的人 夜报声是不一样 寿命不一样 国土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人他是一个 一个夜报声 那这个夜报声 依这个夜得这个报 那是什么夜形成这个报 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 你过去生的五戒十善成熟了 你受这个夜报声 那么你在畜生道的夜报声 受完了 你在造畜生道之前 你有五戒十善 那么这个五戒十善成熟了 你从畜生道来成人 你从鬼道来做人 你从畜生道来做人 你从天上来做人 你从人中来做人 地狱来做人的很少 非常非常之少 几乎不可能 地狱要经过畜生或恶鬼道 那畜生道要高等畜生才有办法 低等畜生要做人也没办法 像蚊子 苍蝇 蟑螂 这种比较低等 像狗 猫 这种比较有可能 好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夜报是由五戒十善来的 但是既然是人 他就受到人这个夜报声的影响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叫御戒 叫御戒 那御戒就有御戒的欲望 就是影响 你就一定会受它影响 就好像你身在热带地方的人 他的影响就是 他比较不怕热 他很怕人 那一样是这样的 你知道那个北极熊 如果从北极到台湾来 他一定会热死 动物园要一定要造一个冰库给他 那么他这种就是什么 他这种其实夜报声有他的限制 那个鱼离开了水没多久就活不了 那个鸟进了水没多久他也活不了 那么一样就是我们 我们 欲戒的众生 最大的 最大的束缚 散热道 我们不在散热道我们是人吗 只有人跟天比较能修学佛法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人了 不管你是从 畜生道来的 从二轨道来的 从人再来的 或从天上来的 现在你都拥有人的夜报 就是他现在是主导 好 那么你要掌握这样的 第一个你不要再造散热道的月 如果你是从畜生道来的 或二轨道来的 你很容易再造散热道的月 因为过去的因缘 过去的因缘 过去的 过去的因缘 过去的习气 很容易让你在造散热道的月 就像你从监狱出来 你也知道监狱不好 但是你很容易在怎么样 在造业 因为你的因缘不那么好 你的福报不好 你的习惯又不好 你的烦恼又多 你很容易在造业 一样哦 所以不管你是 你现在已经是人了 那么就算你是从 二轨道畜生道来的 你不好的习气 你果报不好 福报不好 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人 表示说 你过去还是有造善业的 还是有那个能力的 所以你要赶快 掌握这种能力 你要掌握这种能力 那要怎么样 让他相续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就是 让你的善相续 让你的恶断相续 因为相续就会成熟 成熟就会受报 受报 一旦受报 就算你是佛 都要受报 佛都要九九罪报啊 金叉玛迈之报啊 木剑链都要被 木剑链 莲化社都要被打死啊 佳流头鱼也是被砍头 丢在厕所里面 我告诉你 就算你是阿罗汉 你都要 罪一旦成熟都要受报 那你说 有什么消罪方法 没有 佛法没有除罪的方法 只有除烦恼的方法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 请这个观音菩萨 请这个普贤菩萨 念什么经念什么做 来除我的罪 不是 我们佛法最重要的 不是要除过去的罪 是要了解过去是怎么造罪的 以预防现在跟未来 继续造罪 因为这样会让业果成熟 已经成熟的 你不知道 你就会不断受苦 不甘愿 你这个心又会延续 所以 那不知道的 就会不断造罪 那么你就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没有离苦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 你一定要把心 把时间 用到正确的方法 如果你要修行 你用了错误的方法 那么 你怎么修 怎么修 得不到什么 根本的效果 你说完全没效果 也不会 就好像你吃止痛剂 你说没有效吗 有 暂时不痛 但也只是暂时不痛 那后来那个药 变成什么 吃一颗 吃两颗 吃三颗 还是痛 一样 你如果透过 比如说 祈祷的 期望的 感应的 就是像这样 所以你 学佛的人 一定要非常 头脑要非常清楚 要把重点放在 我怎么样不继续造业 而不是 我怎么样才能够除去 抹掉我过去曾经做的 不是这里 好 那现在解脱道里面最重要的 我们说 我们说第一个 戒不让你剁三二道或四二道 定 第二个 第二个坎 我们要讲到第二个坎 因为我们是欲戒 我们是忍 我们有人的烦恼 我们受忍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要呼吸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睡觉 反正就很多了 我们 我们会有欲望 好 那我们怎么样 如果你一直是这样 你把人做好就好 把人做好顶多也是人 你不剁三二道 可是 不能保证你未来不会剁三二道 你下一生不会剁三二道 不能保证 你过了五生 六生 七生 一大截之后不会剁三二道 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因缘 可能会让你剁三二道 因为你的心性还不够强到 都不会剁三二道 那所以 你必须在这个状态下 让你自己 更力量要提升 第一个叫做向善 就是离二 戒就是向善 就是离二 戒就是离二 尤其三二道的业 离二 所以佛法第一个是离二 戒是离二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解脱道的 离二 定 定 就是离欲 定其实就是 这个是向善 你先要有一个趋向 我要往 我那个二的不要 尤其是 杀到淫妄 这一种 会剁三二道的 尽量不要 好 那一般讲的详细就是 五戒十善 那十非法 定 定就是要离欲 所谓的欲就是五欲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束缚 你只要是欲界的众生 你就是有欲 最大的欲望将来是隐食男女 但是这个都包在五欲里面 就是射身相畏处 就是我们的六根 那你如果放异他 放纵他 那么他就很容易会 他很容易就是 不会离二向善 而是离善向恶 他就变成离善向恶 为什么 你为了欲望的驱使 你会离二向善 那你会离善向恶 不应该要这样的 但是我受不了 我没办法 你就会离善向恶 在有 比如说在条件可以的时候 你有钱的时候 你当然不偷不抢 不骗 可是你现在没有钱 没有钱就算了 你爸爸妈妈要看医生 你儿子女儿要缴学费 都没有钱 这个时候 你开始就不会 不会离二向善 开始就会 骗一点没关系 偷一点没关系 反正怎么样 反正可以就这样了 那么 所以 在这个利益冲突底下 你开始就会怎么样 依这个欲望的束缚 因为这个绑住我了 好 所以你必须要什么 修定 调伏这个欲望 离欲 因为定是社界的 他对这个五欲 他对这个五欲 没有那么看重 所以修行的第一个就是要少欲知足 他不叫你可以完全不要 没办法 欲见了众生 欲见了众生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束缚 叫你不要呼吸 可以吗 不行 叫你不要吃饭可以吗 一天两天可以 一个礼拜可以吗 可能不行 一个月可以吗 可能不行 就没办法 所以 所以不是叫你不要 叫你少 少欲 所以你看出家三一一波 重点是什么 少欲知足 少欲知足 什么样的人最幸福 知足的人最幸福 好 那么 所以第一个要修这个 少欲 这个是向上 就是提升 提升 让你虽然是人 是欲见的人 但是 你的格局 你的层次 在人之上 不是像一般的人这样 这个为了五欲 为了施欲 尔虞我 仗 不会这样 照做种种的欲 不会这样 所以 它一部分 你提升自己 那你有定的时候 因为定的殊胜 比欲见五欲的殊胜 更殊胜 更殊胜 你有了珍珠 你就不会想要淡珠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你有了金 有了金链 你不会要铁链 但是金链还是锁住 但是金链锁起来 比较不那么痛苦 这个是向上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你还没有办法 你还是会堕落 从天上 色界天 八万大劫 飞翔飞翔天 八万大劫 还是会堕落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坎 第一个坎一定是什么 要离二 不堕三二道 无量寿经 极乐世界的第一院 阿弥陀佛的第一院 我的国土没有三二道 第二院 就算你离开了极乐世界 不会堕三二道 为什么 阿弥陀佛我的愿力加持吗 我告诉你不是 不是阿弥陀佛说 因为你是我的人 所以我保证你不堕三二道 佛法没有这种东西 佛法没有说 因为阿弥陀佛 让你不堕三二道 不是 因为你没有这个业 你去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里面 没有造三二道业的机会 没有造三二道业的机会 所以你不会堕三二道 你离开极乐世界 只有一种原因 你正无身法忍 你离开极乐世界 只有你正无身法忍才会离开 那正无身法忍的人 绝对不会去造三二道的业 所以他从那边离开 不会堕三二道 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你去到极乐世界 他怎么想办法 让你正无身法忍 如此而已 好 那你不用去到极乐世界 你在这里就可以正无身法忍 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第二个就是离遇 你一定要记住修行的三个坎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 没有 你用很多方法 这么快 你用很多方法放在 浪费在错误的事情上 一辈子过去了 我告诉你 你也是没有得到什么 你也是什么都没有 还在期望 还在期望 还在祈祷中过生活 在期望中修行 在祈祷中过生活 这个不是佛法 这个是第二个坎 离遇就是向善 我们先下课等下再讲 我们下词 我再词 我们下词 但是我们下词 在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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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身 对的心 对的心 感谢观看 出国 或是你正道之后 剥了道之后 行方便道 剥了道之后行方便道 不是说我不要剥了道 我一开始就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没有错 但是你的利益不是真利益 你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你想要利益它 结果把它带得越来越远 因为你根本自己都不明白 不清楚 不了解 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菩萨道的重点在自利之后利益它 就是主要去利益它 阿兰经里面没讲吗 有 那我们来看 这个 那这个我们还没讲 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先把这个讲 会 会就是出三界了 写一下不然没有写完 这个界定会 所以才是 这个是离一 离二 这个会是离痴 就是无名 就是离生死的 那么这个就是向解脱 那佛法的三个趋向 向上向上向解脱 好 那这个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解脱道 好 那我们来讲菩萨道 那 这个阿兰经里面没有佛说菩萨行吗 也不是没有 但比较少就是了 那所谓菩萨行 基本上就是种在自利利它 那这本经是别译杂阿兰 杂阿兰有另外一种别译的 那个到底谁翻译都不知道 诗意 但是就是 它里面有种到这个状态 但其他的阿兰经都没有 我们的杂阿兰跟中阿兰是有部的 我们的杂阿兰跟中阿兰是有部 一般是这么说 一般是这么说 法跟律 法是 四阿兰里面杂阿兰 中阿兰 真意阿兰 跟长阿兰 一般是这么说 就是中阿兰跟杂阿兰 应该这样 法阿兰 那么杂阿兰跟中阿兰是有部的 说一切有部的 正意阿兰是大众部的 那长阿兰是法战部的 这是一般学术上的说法 这是部派 那律的话 四分律是法战部的 法战部的是四分律 法跟律 比那也 四分律 大众部的是生起律 魔后生起律 有部的有分 那么持送律是有部的 跟有律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 就是跟有律是 可能是上座部的律 但是 但是它也是从 应该是从有部里面上座部 上座部底下才是有部 没关系就这样 有部它也有分了 它也有分 那么这个是跟有律 是发战部的 好 那这个杂阿寒 这个别译杂阿寒 别译杂阿寒 到底谁翻译都不知道 别译杂阿寒 基本上 有时候它是画战部 有时候它是有部 伊云顺老师的说法 它是影光部的 我们叫做加色夷部 影光部 或是加色夷部 或是加色微部 好 那影光部也有解脱戒精 它没有广律 但是它有戒精 解脱戒精 就是 这是传到我们 传到我们北传的这些律 那这个是影光部 那别译有可能是影光部的 那影光部是 就我们稍微讲一下 刚才讲 这个 它是这样的 部派里面 如果伊云顺导师的说法 因为各个说法不太一样 如果伊云顺导师的说法 这个是最开始 最开始佛法 分部 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 大众跟上座 上座部底下 主要是两部 就是上座分别 上座中说一切有部 简单讲 就说一切有 然后说一切有 另外有一个叫做分别说部 上座分别说部 上座说一切有部 分别说 底下 又有所谓毒子部 分别说部底下 画地部 法杖部 影光部 跟刺瞳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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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瞳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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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蝶蝶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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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脈 化地部 如果赤同蝶部 它是善建律 以北傳的來講 我們現在要講影光部 導師的手法師他比較接近影光部 因為這部經 這部經 他很明顯的在說 所謂的菩薩形 早期的菩薩是比較接近在家眾 比較是多位在家眾說 所以你看那個菩薩 都是有頭髮的 那甚至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所謂的 釋迦牟尼佛的佛像 這裡沒有看到釋迦牟尼佛像 都是菩薩像 那麼都有一個頭髮 都有一個頭髮那個叫做法紀 那這個其實 是所謂的菩薩像 在家菩薩像 它有法紀的嘛 如果是沙門像它是沒有頭髮的 那早期佛像 這個要在後面 講到唸佛上面的時候 這是到底唸佛的思想 佛像怎麼來的 這我們再來講 那這就是說 早期的所謂的菩薩 多數 多數都是指的在家眾 都是指的在家眾 那麼這裡的說菩薩行 別譽雜阿涵這一部 卷八一五四經 在其他的阿涵經裡面 沒有看到這一部經 那就很明顯所謂的 這個比較 因為我們說這個 結集的經典 佛為在家眾說的 或是什麼樣說的 它可能沒有被收進去 大家設結集的這個部分裡面 但是它後來有一些 它不同的人會加進去 加進去會流傳出來 那麼有一些人就不加進去 那別譽雜阿涵 有時候是影光布的 那麼它裡面講到這部經 等一下我們 後面還有 後面寫不完 等一下寫到後面 它說到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 說了菩薩道 它說 佛告摩荷蘭 摩荷蘭就是阿娜利的哥哥 他們兩個 本來摩荷蘭要去出家的 他把財產啊 什麼都給阿娜利 結果跟阿娜利講了之後 他還沒去出家 阿娜利就去出家了 就變成這樣 後來他就沒辦法 他也是 摩荷蘭也是那個 莫利夫人的主人 那莫利夫人本來在他家做 做庸人 那波斯利王去到 加皮羅衛國的時候 要求 世家族要派一個公主嫁給他 那世家族的人很傲慢嘛 都不願意 所以就 把莫利夫人冒充 冒充是世家族的女 世家族的公主 就是摩荷蘭 摩荷蘭的女兒 冒充嫁給他 所以他算是 他算是 他算是 琉璃王的爺爺 所以 琉璃王要滅世家族的時候 這個 先去見他爺爺 其實是這樣 那也因為他不是真的世家族 他是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 是悲女來的 所以 琉璃王 琉璃王去 去加比羅惟國 跟那些王子一直讀書的時候 被嫌弃 然後被侮辱 所以琉璃王 才發怨 以後他做國王的時候 要滅世家族 就有這段因緣 那摩荷蘭 摩荷蘭那個時候 世家琉璃王去見摩荷蘭的時候 他說 叫他答應他一件事 就是他潛到水裡面 那麼他從水裡浮上來的時候 你才開始殺人 給他這麼一段時間 琉璃王就答應了他爺爺 結果 摩荷蘭去到水裡面 把那個頭髮綁在石頭上 很久很久都沒上來 他好像記載在宗阿涵裡面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一段也很感人 好 那講到摩荷蘭 我們講到這個菩薩道的精神 那麼佛跟摩荷蘭講 那我們說過 我查過其他的經典 就是其他的阿涵經都沒有 沒有講到這個 那可能就是佈派在 佈派在傳承佛法的時候 有些人他有選擇性 好 跟摩荷蘭講 聚足八支 為人自利不能利他 那自利當然就是解脫道 就是你在家怎麼樣自利 但是出家也一樣 等一下我們講到出家的 出家也有自利利他的 等一下再來講 好 那先講到這個 所謂的在家的菩薩 菩薩有在家出家嗎 好 那麼當之世人 甚為稀有 好 第一個 他說自利有八支 就是你要修這八個 但是他重點不在自利 重點在利他 就是一般的人 這是一般的 一般的在家居士 一般的在家居士 都應該要這樣做 但是除了這樣做之外 你要更殊勝 你還必須怎麼做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自利八支 自身信心 對三寶生起信心 對三寶生起信心 那麼之後 就開始持境界 然後修以捨不施 在家是財師嘛 出家是法師嘛 所以不一樣 所以這個不施 捨是不施 那麼 然後去塔式 清淨比丘 清淨比丘是做什麼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世預留之 清淨善是天文正法 如理思維 法水法行 這基本上 他把它分成五個 基本上就是世預留之 好 那 往義塔式 因為比丘都在塔式嘛 就寺院 等一下再來說這個塔 那本來是沒有塔的 寺院裡面是沒有塔的 後來 後來慢慢 很 因為塔沒有人照顧 塔是什麼 塔是 佛或佛弟子 涅槃之後 那個遺骨 收在那個建一個塔 然後供養他的 然後多數是在家人蓋的 塔出家人沒有在蓋塔的 是在家人蓋的 因為 出家人 你看那個佛滅後 佛滅後 大家設劫己經典 八王分舍利 沒有一個出家人在分舍利的 沒有 出家人分的是什麼 法身舍利 在家人才分色身舍利 其實是這樣 所以那個舍利塔都是在家人蓋的 蓋那一座什麼 供養 修真福報 意念佛 是這樣 那出家人意念什麼 意念法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後來 他的 他的 他的爸爸學佛 他兒子不一定學佛 第三代之後沒有學吧 然後他的父母 比如說他是舍利佛的弟子 舍利佛的塔他蓋了之後 他就旁邊在那邊打掃 然後繞佛 然後意念舍利佛 生起這個信心 對佛法生信心 可是他的孫子 或是他的兒子 他就 他就不願意了 他就不願意了 那不願意之後 那個塔後來就荒廢了 那有一些比丘經過 哎呀這個舍利佛的塔 這個穆建人的塔 這個弗洛納的塔 怎麼荒廢成這樣 他就留下來照顧 後來 那個地又慢慢慢慢 就聚取成比丘 後來就變成寺院 所以開始寺院裡面就有塔 其實是這樣來的 然後慢慢慢慢 就變成在寺院裡面都要蓋塔 像藍船也是這樣啊 先蓋塔 然後就變成寺院都要有塔 然後中國的塔又不一樣 中國的塔又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所謂的 後來就變成塔式塔式 它是這樣來的 因為不是說你父母學佛 你的兒子就學佛 如果你的兒子學佛 你的孫子也學佛 不一定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在綠點裡面 應該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有時候會記錯 應該是石頌綠 石頌綠裡面提到一個故事 就是 那個 虛達多不是蓋了奇緣金色嗎 虛達多蓋了奇緣金色 據說用18億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18億這個概念 後面有講到18億 就降魔有18億 18這個概念 後面再來講 但是我們先講這個故事 那石頌綠裡面提到 奇緣金色是虛達多 花了18億 18億買地 又花18億蓋金色 又花18億來共生 然後總共花了54億 然後18、18 就花了54億 那麼這個 這個 但是後來 虛達多長老死掉了 他好像正三國 生到天上去死掉了 他的兒子 他的金色 奇緣金色已經荒廢了 壞掉了 很多東西壞掉了 你要知道那個時候的試驗是沒有 比丘是不桌子經營的 他是沒有錢的 所以他這個房子蓋得那麼好 那這邊壞這邊壞 奇緣金色是很大洞的 就是有幾十間的 那麼好 那這邊壞這邊壞怎麼辦 他就去找 找那個虛達多的兒子 他跟他講 就是生團的負責人 就會找西達多的兒子 說 你的爸爸蓋了這個金色 現在金色壞掉了 就是這邊壞這邊壞了 那你 要不要修理 就是繼承你爸爸的這種 這種德行 然後來幫這個奇緣金色 修理房屋就這樣 你知道那個西達多的兒子講什麼嗎 他說我爸爸花了那麼多錢蓋 又花那麼多錢買地 然後又花那麼多錢在共生布施 那麼這個你現在金色壞掉了 除非你把金色的土地登記給我 我就幫你修房子 後來沒有修 所以父親學佛兒子不一定學佛啊 然後他願意布施他兒子不一定布施喔 所以你看 那後來這個 所以你看那個建塔的也一樣 所以有這個塔式 我們就順帶講 有就順帶講 他說 網易塔式親近比丘 去到試驗最重要的就是要 就是要聽法 可是那個時候沒有書啊 沒有錄音帶 沒有網路啊沒有啊 你聽法的唯一的機會就是 去聽師父講話講經 那時候的試驗 其實那個時候的試驗 試驗 試驗主要有兩個功能 一個叫做安身辦道 一個叫做弘法立身 試驗的兩個功能 一個是安身辦道 就是讓出家人在裡面裡面 在裡面修行安身嘛 讓身安住在試驗裡面修行 安身辦道 第二個就是弘法立身 這個是對內的 這個是對外的 弘法立身 所以試驗裡面對外的 對外的弘法立身這一部分 主要就是在家人去試驗 主要有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去聽經 去聽經 竹林金色 有七十二個講堂 七十二間講堂 就很多人在講經啦 你看七十二間講堂 那這個 這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說法 對外的第一個就是說法 所以在家人去試驗就是聽法的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受八關災戒 受戒 在家人去受八關災戒 五戒或八關災戒 受戒 那八關災戒是每個月固定 佛陀時代基本上是兩次 後來有變四次 後來又變六次 他們說的半月半月 就是黑月白月 算一個月來講 最早是兩次 後來變四次 後來變六次 後來只會六災日 當然這個隨順印度的這種習慣 好 那 這是第一個是聽法 不是說法 就在家人 在家人去試驗 第一個就是聽法 就法師會說法 在家人聽法 第二個去受戒 那出家就會 主要是受五戒跟八關災戒 第三個就是什麼 就是供生 供養 災生呢 就是他去試驗裡面供養 帶食物去 大概去試驗就是三件事而已 那所以 他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什麼 最主要就是聽法 聽法 好 那這個清淨比丘 所以這個叫 這個是四一流之裡面的清淨善事 清淨善事 清淨善事 清淨善事是聽法 聽聞證法 聽聞證法之後 要受詞 受詞其實就是把它背起來了 因為那時候沒有流行用寫的 也沒有比如說 我現在沒有聽 我回去看YouTube就好了 沒有那個時候沒有 我錄起來就好了 沒有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所以只有你自己去聽 而且聽了你要把它記起來 你聽了你不記起來 那沒有作用 人家跟你暴露 你沒有記起來 等一下你要怎麼走 你也不知道 就好像你跟人家問路 人家跟你暴露 馬上暴你要馬上記起來的 你不會說沒關係 等一下我再調出來看 沒有的沒有的看的 你一定要記起來 你知道怎麼走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修啊 那自能受詞 然後受詞之後你要了解 你一定要了解它的道理 你不是聽了之後 你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要如理思維 而且要知道它在講些什麼 如果你念佛要怎麼念 那為什麼要念佛 念佛做什麼 如果你修行 你要知道為什麼要修行 我修行會怎麼樣 我不修行會怎麼樣 我要怎麼修行 我的次第是什麼 為什麼 你都要清楚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那為什麼這麼講 那一定是這樣嗎 有沒有例外呢 所以你都要問 比如說 你比如說 我念了這個滅定業真言 那可以滅定業嗎 為什麼可以滅定業 那如果可以滅 那為什麼佛 為什麼佛不教提伯達多滅定業 對 讓他不堅定業 那提伯達多要堅定業的時候 地藏菩薩怎麼不救他 那這個 你也有很多道理 你都要想清楚 好 那這個智能解憶 就是說 這句話到底在講些什麼 我看我們 後來 後來我們 上課都要唸 包括讀經都要唸 五折天的開經紀 無上聖僧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這個是 這個是在講 這本經的書聖 佛法的書聖 我今見聞得受詞 得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也好 你要了解他在說些什麼 但我們讀經都不是這樣 讀過就有功德 我生病 讀五十部藥師經 然後回向給誰 我的病就會好 那我讀一百部藥師經 回向給誰 讓他的病好 每個人讀一遍地藏經 集合起來 回向給世界 疫情消失 做這一些 看起來很善良 很發心的事 但實際上是 沒有道理 沒有意義的事 真的啦 心是好 心是好 發心是好 發心值得讚嘆 但是做法 值得商榷 這是 你要了解佛法 沒有做這些無意義的事的 這個只是發心好 沒有錯啦 你為大家 要花費時間 讀一趟地藏經 然後讓大家疫情消失 疫情如果可以這樣消失 佛法就不用講元旗跟夜報了 哪有這麼好的 那如果是這樣 不要講什麼啦 加皮羅衛國 琉璃王 帥軍隊要去打 加皮羅衛國 那個是滅祖的呢 那釋迦佛 阿羅漢那麼多 那個時候 舍利佛目見人都還在 那個時候 舍利佛目見人都還在 那麼多阿羅漢 幾萬個阿羅漢 大家回想 那不早消掉了 人消嗎 沒有 那佛陀實在做不了的事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比佛還厲害 念一句句說是佛傳下來的心臟 佛傳下來的法 就可以做到佛以前做不到的事 我告訴你 要醒一醒啊 不是這樣的 佛法不是這樣修的 好 可是沒辦法 現在大家流行這樣修 你不這樣修 你不這樣修 人家還覺得你不正統 那不曉得怎麼講 那沒關係 那智能解義 我今見聞得色使 願解如來真實欲 然後如說修行 了解了之後 不是說我理解了 我就有了 沒有 你理解了都還沒有啊 人家實際去做 形成一個業 你要做 要如說修行 所以真正的供養 供養佛 供養法 佛可以吃 你這個蘋果可以供佛 佛可以吃 供身 身可以吃 供法 你要供金鋼精 還是要供阿彌陀精 還是要供法華經 還是要供法華經 他怎麼吃 不是 供養法 是法供養 叫做什麼 如說修行供養 依法修行 這個叫做供養 我們不是都會念嗎 供養佛 供養法 供養身 供養佛跟供養身 是實際上 我感恩佛跟感恩身 我也感恩這個法 因為佛跟身是說法 讓我可以依法修行的 我們前面就講過了 最早前面就講過了 三保裡面是以法為核心的 但是佛跟佛沒有說 身沒有說 那麼你不知道什麼是法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還是依法 所以要如說修行 這個是供養法 法供養 諸供養中 法供養為罪 那《法華經》裡面 這個要往菩薩品的樣子 我忘記了 如果你們回去查看看 有時候會口誤講說 像我上一堂要講那個 辟知佛的佛就是佛陀的佛 後來不知道怎麼講 講到變成舍利佛的佛 不是 是辟知佛 辟知佛那個佛跟釋迦佛的佛 是同一個字的 但是有些人為了尊重佛 就變成沒有人字旁的佛 那舍利佛 我們就念舍利佛 我不要講到辟知佛 講到舍利佛去了 把它修正過了 其實是辟知佛的佛 跟佛陀的佛是同一個 辟知佛陀 舍利佛不是 舍利佛是舍利子的意思 就是那個佛多羅 那麼智能如說修行 教人 這個是智利 利他 後面還有 我們把它寫一下 把後面的也順著寫起來 那你就會知道 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菩薩道 阿寒經沒有嗎 別一著阿寒你有 但其他的阿寒經沒有 我們先把後面的也寫起來 那你也能發現到這個是 這個是所謂的菩薩道 綠典裡面也有 因為菩薩道是以利他為上 除了自利之外 但是利他是站在自利的基礎上 很多人利他就是自己都不會 然後就很好 好心的要去教人家 結果你不教 人家還不會錯 你越教人家越錯 好 他後面還有就是 講到這裡 然後後面有 他說 若能聚足十六支 此則名為自利利他 盧師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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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岔利 若在岔利中 若在岔利中 你看那個維摩結晶 在這個婆羅門 婆羅門中尊 在岔利 岔利中尊 有沒有 一樣 若在岔利中 中 若婆羅門中 不管他是什麼種姓的 他是男的 他是女的 若婆羅門中 若居士中 你是居士 若莎門中 甚至你是出家的 他也不是針對只是 菩萨也不是只是在家的 自利利他是不分在家出家 但是一开始是都会在家说 若沙门众 谁所自处 谁所自处 能为此众 他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或是你是什么人 都可以的 能为此众 做大照明 做大照明 是你有智慧 可以讲真正 利益他们的事 让他们能够理解 真正的佛法 做大照明 由日 日光 除租暗明 由日光 除租暗明 除掉黑暗 就是他的愚痴 他的迷惑 你都让他去除 后面再写还有一段 他说当之世人 胜为稀有 就这样 菩萨当然就是胜为稀有 就是能够自利优利他的人 其实不多 其实不多 那这个是 因为大自作人里面是说 佛在阿含经里面 没有讲这个 那因为他这个只有 有影光部 影光部的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所谓的法战部 有部没有 有部只有中阿含跟杂阿含 其他两个阿含没有 那这个法战部只有长阿含 其他三个阿含没有 那这个 这个大众部的只有正义阿含 其他的三个阿含也没有 那这个 这个是影光部的 影光部的杂阿含也没有完全 没有异完全 那所以 他自影光部流传下来的 很明显有菩萨道的 但很可能大自作人的作者 龙树 他在他受此的这个经账里面 因为自论 我们前面讲过嘛 龙树之前 也是在有部中学习的 所以可能也没有这部经 也没有 所以他说 在阿含经里面 没有讲到菩萨道 那如果一别一假喊这部 那其实这个就是菩萨道 还是有 当然没有说波罗波罗蜜 一定是没有的 好 那绿典里面呢 绿典里面也有 绿典里面也有 主要就是经跟绿 我们说实诵律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说菩萨道里面 好 那我们来对照看实诵律 实诵律 他也类似讲到这个概念 不过他自立立他的不太一样 在家出家的不一样 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实诵律 我们先来讲实诵律 这个概念好了 佛陀 十代 幽波罗截己的 叫做八十诵律 最早的律 叫做八十诵律 最早是 大家设截己的 至先幽波罗截己 八十诵律 然后阿难在截己 所谓的杂阿含 主要是这两个而已 法跟律 杂阿含后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分成四阿含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律一开始是八十诵律 幽波罗截己的是八十诵律 那后来 后来应该是 阿育王的时代 还是我看 阿育王的时代 对 有一个叫做幽波绝多的 那么因为他认为 后来的人的根器没那么利 所以八十诵太多了 没有办法受持 或是没有办法记那么多 所以就把它删减 删减成十诵 那有部最早就是 依时送律的 我们北传的依时分律 是道宣律师之后的 是道宣律师之后的 那道宣律师以前 主要是时送律跟升旗律 就是地区不一样 流行的不太一样 像纠摩罗斯 就是依时送律为主的 纠摩罗斯是依时送律的 好 那时送律也算是比较早的啦 有不得律 好 那他讲到 时送律 时送律 我们看 卷48 我们要找到所谓的 菩萨道的思想 他说 什么样的人 他说 多知识 能够自利利他的人 他有几个条件 多知识 就是他懂得多 有力量 有力士 这个原文我们自己去看 差不多可以知道 多知识 所可说者 人皆信用 他可以影响别人 人皆信用 众所知识能供己身 重点不在这里 这只是他自己的能力而已 是人能自利益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 非法说非法 法说法 他能够明白 他有证件 他能够知道 怎样说是合乎佛法 怎样说是不合佛法 他能够知道 非法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 叫做无有四处 他能够知道 这样讲才对 这样讲才有道理 那么非法 非法说非法 这样不对 他就说不对 这样不如法 他就说不如法 法说法 如法说如法 就是正法 法说法 非法说非法 那么 佛法之所以会灭 或是佛法之所以会被人家唾弃 主要就是 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主要是这样 这样讲明明不是佛法 可是大家都认为这样是佛法 这样讲明明是佛法 可是大家都认为这样不是佛法 那就麻烦了 那就是不能给众生真实利益 所以最重要的在 因为在家是财师 自修以舍 那出家是法师 重点在说法 因为修法是智利 你依着佛法 你了解了 你了解了 你自己修 你自己得利益 刚才讲解脱到 解脱到身口欲清净 你依戒定会得解脱 这个你是可以的 但是你得解脱之后 或是你已经证果了之后 那你怎么让别人得解脱 有些阿罗汉没有管那么多 有些阿罗汉自己得解脱的 这到山林底下 那么享受极尽 等待佛虐法 他也虐法 或是佛还没虐法 他先虐法 他还可以 因为生死如捞育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要告诉你 其实你除了自己解脱 你还要自律于让人得解脱 所以要非法说法 说非法 法说法 然后他说怎么 他底下还有文 但是我们就主要是讲这个 他说世人人自律 亦人律他 亦人律他 人律多人 灵敏众生 立安天人 人律亦很多人 灵敏众生 重点是有慈悲心 大悲心 因为你有慈悲心 你才愿意 你才愿意 不断的去为别人说法 让别人可以得到 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怜敏众生 立安天人 就是让人天都能够 立意得安乐 他讲立安天人 那因为 因为只有天跟人 能够修行得解脱 所以佛叫做人天师 他应该是六道之师 地狱二鬼畜生 阿修罗 他都可以成为他的师 但这些没办法受此佛法 所以一般就是人天师 所以能立安天人 那这个是 他重点在说法 而且 非法说法 法说法 而且不断去为别人说法 那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强调利他 强调利他 那后来菩萨道 基本上依这个原则 就是自作 这个是解脱道 就是你自己做 自己修 教他做 或是这个做 自作 一般都写这个做 自作 教他做 建作 随行 主要是这三个 看到别人这样做 他得利益了 很欢喜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所谓 菩萨道 自利利他的部分 这个是讲到 讲到 因为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讲这个 波勒 因为 佛在阿含经里面 没有讲到 菩萨道 那现在 为弥勒讲这个 菩萨道 所以才说 波勒波勒密 好 那这是第一条 我们就顺便讲到 解脱道 菩萨道 好 那再看第二条 第二条说 他是说 要争议菩萨的念佛三昧 好 那 他说 有菩萨修念佛三昧 佛为彼等 欲议此三昧得争议过 说波勒波勒密 好 那底下有影 底下有影这个波勒经的一段文 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他说 如波勒波勒密出品中说 佛现神主放金色光明 遍造十方横河沙等事件 视线大声清净光明 种种妙色满虚空中 佛在众中端正苏妙无能及者 譬如须弥山王 处于大海 好 他底下有个结论 诸菩萨见佛神变 就是看到佛的色身 然后光明 然后这些 种种妙色满虚空中 佛在 余念 他说见佛神变 余念佛三昧 背负正义 以事事故 说摩后波勒波勒密经 好 你单单看这段文 你会觉得 说波勒波勒密 跟念佛三昧有什么关系 我还是克服不进来啊 如果我们单单看这段文 我会觉得 那 他 他修念佛三昧 跟说波勒波勒密 有什么关系吗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波勒波勒密 可以争议念佛三昧 他是念波勒经 见到佛的吗 他念波勒经之后 见到的佛会更大尊吗 不然怎么样争议 不然怎么样你波勒 波勒会让 修念佛三昧的人 更殊胜 这是为什么 这是在讲什么 好 这个我们 如果我们单单看这段文 你不晓得他这样讲 你不知道 你会觉得 那说波勒波勒密 说波勒波勒密 让念佛三昧更殊胜 殊胜在哪里 怎么样变得更殊胜 殊胜在哪里 看不出来啊 如果你们这样看得出来吗 那这样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到底成立在哪里 你不知道 好 那先来讲什么叫念佛三昧 那你才会知道 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波勒波勒密 可以让念佛三昧 争议 就是更殊胜 向上更提升 那我们先有一个观念 第一个 什么叫做念佛三昧 这个在后面大致论里面 也常常说到 念佛三昧 致论见七 我们先了解一下 然后再来讲这个问题 致论见七 他说 什么叫念佛三昧 十方三四 念佛三昧 明 就是什么是念佛三昧 十方三四 十方三四 诸佛 十方三四 诸佛 常以心眼见 如现在前 好 他来解释这个叫做念佛三昧 那我们如果念佛三昧 要成就 不是就是念佛吗 那跟波勒有什么关系 那我贴到波勒波勒密 我念佛会比较殊胜吗 那到底在哪里 你要知道 念佛 念佛 念佛是为了 见佛 见佛是为了什么 文法 文法是为了什么 文法是为了 正德实相 文法是为了 知法路法 器路于法 而正德实相 文法是知法路法 而什么 而器路实相 就是路法 就是器路法 器路于法就是什么 得解脱了 建缘起 建法 知法路法 建法 建法就怎么样 建法 就建缘起 建缘起就建法 建法就怎么样 建法就出生死 决定出生死 正出国 决定出生死 它重点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讲 什么是念佛 最早的时候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 先解决 为什么波勒 可以争议念佛 什么 波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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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可以争议念佛 三妹 通常念佛 通常念佛 我们说过 念佛 通常有所谓的四种 一个叫做 持敏念佛 一个叫做 观想念佛 一个叫做 观想念佛 然后最后叫做 十项念佛 波勒波勒密就是什么 就是十项 那你念佛见佛 这个都能够念佛见佛 一佛念佛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大师是讲的吗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但是念佛不是为了见佛 念佛不是为了见佛 念佛见佛 主要是为了见佛 弃入十项 主要是这样 那因为佛灭后 你见不到佛 佛在的时候 佛在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要见佛 就直接去起眼睛 你看佛在哪里去见佛 佛不在了 你要见佛 那基本上 就是见未来佛 或者就见现在佛 现在佛 要见现在佛 异佛念佛 那在这个慈名观像当中 进入十项之前 有一个唯心念佛 那么这个在所有的念佛 就不管你是 波测三昧经 座禅三昧经 观佛三昧海经 这个都是在修念佛上面的 我们最有名就是波测三昧经 这是在先佣门上面的 他也是见佛 见了佛之后 就是你因为念佛 欲佛念佛见佛 见佛之后 你会问佛 佛会跟你说法 你会悟到 自心是佛 就是唯心所限 你会悟到唯心所限 唯心所限 这个时候就关键了 你有没有波测蜜就关键了 你有没有听过波测波测蜜 就是你能不能 见得十项的关键 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会见到以色身见佛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讲 这个问题是很多的 其实在初期大事里面都有谈到这个问题 只是后来的人没有把这个 所以说你有没有听到波测波测蜜 就关键到你能不能证得十项 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是见到佛像而已 见到佛像不是十项 若以色见我 因身情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你的见 不是真见 所以为什么为了让菩萨修念佛上面的能够争议 能够提升 那么他要说波测波测蜜 如果没有你没有波测的观念 你的念佛 你的念佛就只是一般的 一般的人的欲贪心念佛 他没有办法见到十项 没有办法见法 那我们说过 念佛最重要是见佛 见佛是要文法 文法是要知法入法而见法 那么一见法就得解脱 最少 最多七次人天文法 你就一定会解脱 好 那如果是菩萨道法 他是正无声法的 那所以 所以 波测波测蜜 能够争议 修念佛三昧的 因为 他能够让他从这里 那么他 如果在一波测三昧经讲 你七天 以七天为一起 那么你修波测三昧 他就是不躺下来 不坐下来 除大小便之外 那么都是站着的 非常精进 这个是表示精进 那么精进的念佛之后 你见佛了 见佛之后 你心里面会想 佛也不来 我也不去 我为什么能见佛 为心所现 好 这个时候是关键点 你如果 你如果听过波测波测蜜 你就开始知道 那心是什么 心是什么 心是虚妄 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非贪 非撑 非吃 非善 非恶 非无尽 这个就进到阿含经里面的什么 五蕴 结空 心经讲的五蕴 结空 阿含经讲的五蕴 五蕴 无我 无产无我的观念 这个时候就进入 这个时候能证实一下 如果你没有听闻过 你就以为见佛 我修成念佛三昧了 没有 你的念佛三昧是指见佛而已 你还没见法 但是念佛三昧是为了让你见法 不是为了让你见佛 这个你要知道 所以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这里才说什么 那么 欲令此三昧得争意 说波勒 波勒 密 这样才有道理 好 因为时间到 我们下次再从这个 所谓的念佛这个观念 因为它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讲 好 那 这个是第二个理由 就是为什么要说波勒 波勒 密 因为 第一个 第一个是 要为弥勒菩萨说波勒 那我们说过弥勒菩萨在多算天也在讲波勒 那 这个 因为弥勒是未来要成佛的人 那第二个就是要 要让修念佛三昧的人 那么能够真理 能够由念 由观想观相持明到实相 能够契入实相 能让念佛上面的人不只见佛 他重点要见法 所以说波勒 波勒 密 好 那波勒 波勒 密 其实就是无我的智慧 解脱到彼岸的智慧 成佛的智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普吉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好 我们礼佛三拜 请不吝点赞 计划